像我們就沒有規定 我們是70個 如果你沒到他一樣付70給你 你有一種能夠飛多低 你可以換得到 那我們沒話講 以前我都飛20 你有一種能夠飛多低 你可以換得到 那我們沒話講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你們basic是多少小時 我們應該一個月就是75個小時 我們是70個 跟你講 是啊 兩個航空很可憐 海灣的航空好高 飛車好高的小時 辛苦 這不是120是不是 那好像市公司 綁綁不要這樣子 會把員工抄死的 對啊 這樣飛太多 而且女生有時候那個 月經 對啊 那個120我覺得飛太多 我覺得除了這裡外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的空服員太累的話 其實是很危險 就是你飛機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如果發生意外的話 就是Safety的issue 我覺得都是很危險 那空服員一定要有好的休息 狀態一定要是好的 你才可以對你的客人服務 或是在應變緊急狀況的時候 那個應變能力才會好啊 而且責任 對 你才能負責 所以不能超時 不能超時好嗎 請隊員工好一點 好 你繼續講你剛剛對不對 我們自己排班 然後你就是block14天 我就block14天 然後只飛40個小時 沒有啦 我不會飛40個 我大概都飛70到75個小時 那你很認真耶 沒有 但其實比起來我算飛很少 我們同事 像大概我這個年紀的 他們大概都飛100個左右 然後我大概飛75個比較少 然後像有些老媽媽 他們就會飛更少 他們就會飛40個小時 因為我們一個月最少要40個小時 沒有到怎麼辦 不行沒有到 你一定要到 OK 你就是要40個小時 如果你低於40個小時 你有一些benefit 就不能用了 OK明白明白 有規定 對 還蠻特別 像我們就沒有規定 我們是70個 如果你沒到 他一樣付70給你 你有一種能夠飛多低 你可以換得到 那我們沒話講 然後一樣拿70個小時 對 所以以前我都飛20 哈哈哈 你有一種能夠飛多低 你可以換得到 那我們沒話講 到以前是美國的公司 那是你吧 沒有 然後重點是 我不是有那個garantity Jayoff 我之前有教過是G叫G嘛 就是你的放假 然後後面就是 公司有規定 你不會連超過9個G 對 就每個人都不能連超過9個G 就有9個G後面在排版 然後都沒有9個G 就連放9天的意思嗎 蠻爽的耶 對 所以就會這樣子 然後我們公司還有一個很特別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的 嗯 就是 剛剛我們說到長班 對 有些 你說老太太們不喜歡飛 對 因為他們感覺很累 像我們公司也會有 可是我們公司空姐好像都還蠻養生的 他們會飛長班 但他們會飛澳洲班 嗯 因為時差只有兩個小時 嗯 就不是我們北美班會太辛苦 或是歐洲 對 我最受不了的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到義大利南非那個時段 我時差就是很瘋狂 很亂 很睡不著是不是 反而北美就還好 但除了這個之外 這是體外化 那我們要進入的是 我們GoGo's其實還有推出一個skin 就叫做turnaround 嗯 就是你白天出去晚上回來 你可能早上7點6點就要去上班report 然後你飛一班 長班譬如說雜晃可能四五個小時 到那邊然後就馬上再回來 所以你可能飛了就是工作12個小時 然後隔天放兩天之類的 那個你真的不行 真的 我們這種拍龍女生真的沒辦法 太累了 真的沒辦法放了 怎麼四點起來 對 我們公司很多有一個派系的人 非常喜歡飛這種班 通常這種人呢 就是他可能是有小孩 有家庭的人 嗯 他們一定就是當天要回來家裡面 所以他可能早上就早起 然後準備早餐 然後幫家人準備好早餐 他就去上班 然後晚上呢 他就可以回到家裡面 然後可以跟家人再繼續hang out 對然後隔天可能放假這樣 因為你也知道那些年紀大的老媽媽 他們都蠻早起的 噢 噢 噢 所以我們都是玩到很晚啊 很晚睡啊 很晚起 一定要中午過後的班才能飛啊 對啊 我們早上中午起不來 有沒有這樣好舒服喔 哈哈哈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種人 會飛這種班 對 怕鬼的人 噢 就在外面睡 在外面 就在外面睡 在外面 就你累了嗎 必須要在外面過夜的 他們就不行 他們不在外面過夜的 所以他們就是會把你的Rosser 改這個Skin 然後公司也會幫你就是配到70個小時 我們公司是發Rosser 就是電腦組織起來直接發給你的 所以並不是像你們可以選的 然後我們公司還有推出 譬如說澳洲Skin 可能很多家人 因為移民到澳洲 那他們就是四天的澳洲班 休兩天再飛四天的澳洲班 有有有有 這個我們也很常見 假裝就是你可能base在芝加哥 但是你的家人住在紐約 他就故意選在紐約 可能layover比較久的那種班 噢 我們不用選我們是你只要去apply 噢他就會給你喔 公司會給你 他有推出就會給你這個班 所以還蠻特別的 OK 但是我真的覺得 飛那種一整天 雖然你後面可以放兩天 而且你可以就是不用在外面過夜 對 到底要怎麼活下來 但是有一些老媽媽真的很喜歡飛這種班 欸那種班是有時候你知道 你要三四點早上起床 對 因為他六點就要出發了 對 講到這個啊 我就想到美國這麼大嘛 然後我們基地就那幾個 但是有一些同事他們可能不是住在有基地的那幾個城市 所以呢 通常會飛他們一種當天來回的班 可能假裝我背是在芝加哥 我可能就是一定是住在芝加哥 但是如果今天我同事他們是住在芝加哥的郊區 你們是有個聖誕的地方嗎 例如Cincinnati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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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我之前住的Ocahoma 噢哪裡啊 有人貓 這邊只有動物吧 噢 為什麼啊 就是因為像那種住在那些地方的人 那邊沒有我們公司的基地 所以他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就有一個東西叫做Crash Pad的東西 Crash Pad就是美國有一個叫Crash Pad的東西 怎麼拼先 C-R-A-S-H-P-A-D 噢 Crash Pad 就是Crash Pad 嗯 OK Crash Pad 有講跟美講一樣 沒事 那我跟你講我們也有一個 畢竟你們就是有一個地方是怎樣 但是因為我之前的公司它是自己有Hotel的你知道嗎 你們公司嗎 我們公司有國泰資Hotel 真的喔 對 所以基本上呢 其實是不需要Crash什麼東西 你要前一天陪你就是可以很便宜 就你住公司的Hotel會可以很便宜這樣子 就還是要付一點小少的錢 對付一點小少的錢 可是便宜就是一個還不錯的Hotel 我們其實也有類似的東西耶 我們是在那個機場附近的飯店 裡面可以租一間 然後那一間當Crash Pad 噢 也很特別吧 它就是你跟飯店租一個房間 然後可能四個人租一間 然後裡面會有兩張床 然後大家會安排時間去裡面租 那我覺得空服員真的很厲害 他們真的無所不用其極 因為你知道嗎 像我之前有講過說 我上一屆就是睽違七年前被招走了 他們之前是公司會給Housing Allowance 因為我們是外站的人 所以他是永久的 就是一輩子他都給你就是房屋津貼 房屋津貼是照什麼算呢 是照你住的地段 像我之前就住在香港很貴的地方 他就算到Sealing給你 就可能算到一個月一萬塊港幣 就四萬塊台幣給你這樣子 所以他們當時就是那些姊姊們 都有在香港買房子 好棒喔 就很棒 那到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拿八年 還是七年我忘記了 那在後面的怎麼辦 我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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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真的假的 那你自己要不要來囉 就沒了 但是我們只有八年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不錯的一件事情嘛 如果當時我是有Full Time Housing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繼續做空服員 我並不會後來做YouTuber 或什麼之類的 了解 所以當你沒有那個錢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都已經超過七年的年資了 我們沒有那個錢了 所以呢 那怎麼辦 就會像你有那種Crash Pad的感覺 就是會有一個人說 好那我們現在要租一個地方 對 我們一起租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可能四五個人一起租 因為大家其實不一定常在 會待在那邊 對 他們都要飛出去 所以不一定會在 那就是有在的人就可以睡那邊 然後一個人付多少錢 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只有航空業會碰到這種東西 因為你不是長久的住在那個地方 你可能只是前一個晚上需要睡一個晚上 或是太晚飛回來需要過夜這樣子而已 因為我跟她的情況不太一樣 是我們是被招香港人 對 那所以我們的同學們 就是我們同學有分 有一班裡面要training的時候會有一班嘛 那像Momo就跟我同一班 那我們會有一半台灣一半香港 那我們就要training快一個月的期間 所以我們感情就是革命情感 一定感情都很好 同班都會很好 對 那你們可能就是比較 欸你們一個班一個班幾個人 一個班差不多是20幾個吧 這麼少 2、30個差不多 我們一個班52個人 蛤 你們就是台灣的班幾啊 爸爸 台灣那麼多 怎麼會這樣子 欸 還沒 結果我是2015進去的嘛 你以為52個人很多嗎 我跟你講 我們2018年後面的 你知道一個班幾個嗎 150個 你才聽得很像在美國上課 然後選那個大班級 那200多個人的課 我是大學 你也要大學 學校 大學有些課程像同課那種 都會到100多個 對 100多個人一堂課 我們就是一個班100多個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因為後來我們公司可能擴展的很快 喔 就這麼國際上課 對啊 我們是很大 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 瘦了 對 然後所以我們就後面拓展的很快 然後它必須要更多的空服員 然後 所以它變成說一個班150個人 然後再奔成三個小班 所以它就變成說 我是1512 1512可能那班50幾個人 然後但是1812可能就是150個人 那150個人他們就用Paris 我是Paris Class 或是Japan Class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但是都是同一個班出來的 那我們好boring 我們就Induction 就一格一是不是 Induction 36 Induction 37 就沒了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 我剛剛為什麼要講到這個呢 我剛剛為什麼要講到這個 結果你動點是在這裡嗎 你們可能會跟很多不認識的人住在一起嗎 哦 蠻長的 就變成說 因為大家是New Hire的時候 前面那麼多嘛 可能會跟你上一個班 或下一個班 或是你這個班的同學 然後大家商量好 然後看是要住Crash Pay 還是要就直接住一個房間這樣子 嗯嗯 因為像我們就其實還蠻有革命情感的 所以我們很像香港的家人 哦 你有分台灣跟香港 我們會住在一起 沒有 我們一般 但是香港人他們有家 可是我們是住在Outport 等於說裡面有人是從來沒有出過國 然後他們就來當空姐 然後就住在外面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們相處 所以我們不管什麼過年啊 節慶啊 聖誕節啊 就很像你在美國讀書的學生 然後這樣一起過 對 就像在美國的學生 聖誕節的時候 沒有家人啊 就朋友一定一起過 對 那到底為什麼有講到這個 我也不知道 But anyway 我們剛剛在講換班嘛 講回來就是 現在換班制度就是 公司有一個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跟大家換班 嗯 然後就是在上面打你說的 就好像說 哦 三天的國內 然後想要換什麼換什麼換什麼 然後我們也有像你這樣子 就是可以放一點錢 但是因為這個公司是不允許放錢的 所以我們就會說 我們也是 這個兩天的國內班 然後我會bake some cookies給你 bake some cookies 蛤 你的意思嗎 不是 哦 就是說錢 對 他就說 哦 這是一個2-day domestic trip 然後說 I'll offer you some cookies 你們的代碼 對 我們說cookie 或是with love 就是我的愛跟我的餅乾 但沒有把價錢打出來嘛 然後你就要私訊它 哦 用私訊的 因為我們那個換班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傳訊息到他的那個box裡面去 然後他就會可以探價嗎 我現在有一點小小想要問他就是crew bunk的事情 大家記得我講crew bunk是什麼東西 就是空服員睡覺的地方在哪裡睡覺之類的 但我們現在時間 感覺我們已經聊很久了 所以你就把它留給下次 下一次 哦 聊不完 然後重點是大家記得 John呢在這一集之後會講 你們的crash pad的東西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聽聽看 欸 他們是怎麼樣的 因為畢竟 我們要講這個五天五夜一百年都講不完 我這個是很高興可以碰到天餐 因為台灣的一些朋友們都沒有願意那個肉臉 畢竟我在台灣有沒有其他空服員的朋友 他們不行 他們真的很危險 哦 公司放寬一點好不好 對啊 很嚴格 對啊 讓他們be their self 對 所以很開心 我們之後應該會有推出非常多集 應該可以有很多集 但我還在台灣節目趕快多錄一些 好啦 今天我們這個換班制度 兩個公司不同的換班制度 還有一些腳打夾置航空的用語的 就到這邊囉 OK 大家記得要去幫我訂閱John 原來是John 原來是John 全部都可以包容一下 OK 那麼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還是